鯨魚都能懂的 這個網頁畫面怎麼切 那我們今天想要跟各位聊聊的一個畫面呢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通用的一個畫面 所以我在今天的主題叫做什麼 超通用橫式版面 那這個東西到底有多通用呢 其實你在各個網站都會看到 那其實各位可能從鯨魚第一天跟到現在的話 大概會有一個感覺說 你每天都跟我說 都是很常見的 每天都一樣 你能不能換個台詞啊 事實上其實說真的 我們目前在網路上面所看到的版面呢 不外乎就這幾種 所以AMS經常會提到說 西翻版西翻版 這幾個版面其實要能夠做得出來的話 事實上呢你有 可能是80% 70%或90%的版面 你大概都可以做得出來 所以事實上真的切板沒有非常非常的困難 OK 那事不宜遲我們簡單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版面到底有多簡單吧 好 我們目前所看到的這個畫面呢 這個畫面是我們所謂的橫式的版面 這種算是一個非常通用的橫式版面 你可能會在左邊看到你的產品的照片 右邊看到產品的介紹 那你可能在左邊看到人物的照片 右邊看到人物的介紹 也可能在左邊看到新聞的照片 右邊看到新聞的內文 好 就是一個大概的Description 就是一個描述 簡單的描述 好 所以這樣的版面呢 其實太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了 那它的變化性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今天就很快速的 來把這個畫面完成給各位看 OK 馬上進入我們的原始碼 先準備好一個檔案 空的 空的 好 那確定一下 這個是 目前的這個頁面 好 沒有問題啦 沒有問題 來 製作一下 拖拉一下 像這樣 OK 好 那我們需要製作的東西呢 簡單我需要做一個背景的畫面 所以背景的畫面來講的話 我先用一個wrap來做好了 wrap裡面有需要做一個固定寬度的容器 所以設定一個container 好 這是做一個固定寬度的容器 那我在固定寬度的容器裡面 我想放這三個這個項目 就是這三個項目 1 2 3 3個項目 所以三個項目來講的話呢 我直接叫三個item就好了 所以乘以3 好 那接著呢 我還是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需要 太多了 我需要做的是 我想在裡面放置左邊的圖片 跟右邊的文字 所以呢 為了方便起見 觸留的照片 所以我就放一個pic的一個區域 加上一張假圖啦 那我的圖片呢 稍微做大張一點點好了 做個400x400 OK 然後接著我在底下放置一個 專門放置文字的區域 其實切板切到今天為止 各位會發現 欸 奇怪 我很習慣 把圖片跟文字 去把它區隔成不同的div 那這個對我們來講 我們其實在切板的過程當中 會有很大很大的便利性 很大很大的便利性 因為我們多了一層之後呢 我們要做很多的變化都可以 好 那我們現在先把我們的文案抓過來 好 文案抓過來 所以文案 鯨魚系列我不知道各位看了多少 不知道各位看了多少 那鯨魚系列一向都是在 就是希望說把困難的東西 做得比較簡單一點 讓各位能夠理解 那當然部分可能會想辦法把它簡化 讓各位比較容易吸收 你不要去想太多 那實際上呢 那如果說你要選到更深入來講的話 不會建議你 當然可以自己實際去做看看 記得再把一些問題拿來跟我討論 討論是你學會 這些技巧最大最便利的一個方式 好不好 那曾經也有朋友問我說 就是一些網友問說 欸 Emerson 我能不能這個私底下丟問題給你啊 可以啊可以啊 我歡迎你來跟我討論 不是丟問題給我 歡迎跟我討論 那歡迎呢 把你所查到的資料來跟我討論 你的認知來跟我討論 因為我覺得 討論是最重要的 OK 好 鯨魚 鯨魚 鯨魚都能懂得這個網頁畫面怎麼切 好 然後接著就是 來這裡 超通用 橫式版面 OK 真的超級通用 好我們基本上我們的原始碼已經建構出來了 原始碼已經建構出來了 OK 好那 再來 我是不是不小心多複製了這一個 好像是對不對 不過沒關係啦 這個要建構起來蠻簡單的 建構的方式呢 我們來建構一次好了 我好像忘了建構這一個 來刪掉 從頭到尾寫一次給你看 基本上A.BTN 然後就寫完了啦 就這樣 沒有花你太久時間 所以 呃 絕對 沒有跟你說很困難 那接著我們來處理一下我們的畫面 我們的畫面 好那我們的畫面來說的話呢 我需要先做一個reset 所以reset如果說你有跟到的話 大家都可以知道說 reset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好 如果不知道的話一樣留在這個地方 好不好 OK 好那再來呢我們需要做什麼事情 我需要去做一個 呃 版面是滿版的寬跟高啦 所以我設定一個wrap wrap的區域呢 我要去做高度是100的vh 就是百分之百的視窗高度 好那寬度它預設其實就是一個橫式的部分 就是一個滿版的畫面 所以其實沒什麼差別 設定一個display flex 我想要讓我的內容放到畫面的正中間 所以使用align items center 好然後接著呢我來設定我的container 固定寬度的容器 那如果說你前面基本上都有跟到的話 大家可以知道說我寬度大致會先設定1200 目前沒有做RWD給你看 所以大概是像這個樣子 就要去做一個margin auto 放到畫面的正中間 好放到畫面的正中間 OK 好那這邊基本上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再來我需要底下的東西 也就是我們的item item 做什麼事情呢 item我需要把它的寬度先計算出來 寬度正常來講每一個應該是400 每一個應該是400 但是我希望它每一個欄中間能夠有30像素的空間 所以我可以每一個扣掉300 扣掉30 扣掉30 所以變成370 那margin我給它設定成左右是15 所以每一個這樣加起來15加15 30加上370 也就是400 400乘以3更好等於1200 剛剛好 來設定一下Display Flex 讓它去做一個橫排的畫面 所以我的畫面的橫排就產生出來了 好很快 再來 再來 這些其實基本上都是原理 都是原理 那接著我來處理一下 像我們的item裡面的圖片要做什麼事情呢 所以會有pic 會有pic裡面的ing 會有txt 會有txt裡面的...什麼東西 H2是不是 OK 還有txt裡面的p OK 還有txt裡面的btn 好大致上我們這樣...差不多耶 差不多 好先存檔 目前其實沒什麼處理啦 我要讓裡面的pic 也就是說 讓item裡面的pic跟text 就是文字的區域能夠橫向排列 所以我直接在我的item裡面設定一個Display Flex 它基本上就會是橫向排列了 那接著把pic設定成寬度是50% 以及我的文字設定寬度是50% 那這樣基本上我的畫面橫式排列就出來了 那目前我的圖片其實超級大張的 它已經超過我的整個容器的尺寸了 所以呢 我想要把我的尺寸呢 稍微處理一下 圖片呢 我給它設定寬100% 那高度呢 也是給它100% 接著呢 我做什麼事情 好先看一下畫面會長成怎樣 會長成這個樣子對不對 那這圖片看起來不好看 改一下 11 12 OK 好這畫面比較好看一點了 那接下來呢 我需要做什麼事情 我現在想要讓我的文字的區域 跟旁邊的圖片有一點點的距離 所以這時候呢 我在文字的地方啊 我想說 嗯 給它加上左邊的距離好了 所以左邊的距離呢 給它設定一下padding left 給它加個20 我覺得可能比較好看一些些啦 這樣跑出來之後 基本上我們的畫面就會出來了 那可是因為你加了這個之後呢 會導致你的寬度有所變化 所以 我要給它設定一個 box sizing boulder box OK 那此外我希望加上一點點的邊框線 讓它看起來不會這麼的 沒有邊際 那此外呢 上下的空間跟左右空間 也想希望 也希望給它加上一個20像素的空間 所以直接改成padding 那這樣畫面其實大概就出來 那我們看到圖片已經變形了對不對 糟糕了 圖片變形的話呢 這邊有一個屬性其實蠻有意思的 我們叫做object fit 這個東西呢 你可以設定cover 這個東西是蠻有意思的 這個在IE上面其實基本上都不支援啦 但到目前來講 這邊 在Chrome啊 或者是 Firefox 或者Safari 基本上都有支援了 所以我們基本上目前要使用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 OK 好 那繼續我們接下來看 好繼續來看 好那 BTN要做什麼事情呢 BTN還有裡面的文字 我想要做到垂直的居中 好 object fit 基本上它可以讓你的圖片整個跟容器一樣大 好來再來 嗯 居中是我們的文字區域嘛 所以文字區域來講的話我設定一下Display Flags 那因為Display Flags 預設變成很像排列畫面就整個壞掉了 所以我把它設定成 Justify Content Sorry 來先設定一下 我們的流向 也是讓它變成說 方向變成是直排的 所以我把它設定成 FlagsDuration 設定成Color 那處理我們的主軸的對齊呢 好設定成Center 那這樣它就可以上下垂直的居中了 好上下垂直的居中 接著我來處理一下大概的一個地方 為什麼我覺得我的畫面看起來怪怪 PIC 圖片 沒有變形啦 這只看起來很像變形 好吧 這畫面看起來怪怪的 看起來很像變形 它沒有變形 它沒有變形 好不好相信我 相信我 Trust me OK 再來我們的按鈕讓它跑到右側去 所以我們來設定一下 要跑到右側去 我希望它看起來像是一顆按鈕 像這樣 那怎麼辦呢 嗯 來直接設定一個Light High 好了 Light High 我把它設定成Light High 給它抓 1.51M好了 1.51M 當然看起來可能稍微好一點點 接著加上一個Border 設定一個一像素的尺寸 然後接著 來給它設定淺灰色就好了 淺灰色再抓CCC應該還好 OK沒有問題 可是我們目前看起來尺寸有點大怪怪的 那尺外我希望它左右兩邊能夠有一點距離 所以我上下設定為0 左右設定為1.1M 好像這樣 OK 但是尺寸還是有問題對不對 它會變成是滿版的 這是我們在使用Flash預設的一個情況 好那 預設它的次軸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左軸變直的 次軸變成橫式的 所以基本上預設它的次軸是會 左右都切齊的 所以它整個的寬度都拉寬了 沒關係我們使用一個Align Self Align Self 去把它設定成Flex End 那這東西如果說你有疑問的話 沒關係 我會留在上方會留一個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 學習Flex的一個小小的遊戲給各位 小小的遊戲給各位 那這邊有一個所謂的解觀技巧 你可以藉由解觀技巧來學習Flex的 這個Align Self到底是什麼東西 OK 那我們也可以有更詳細的講解 好 這邊搞定了之後呢 再來我把它的這個底線拿掉啦 接著我希望它有圓角 圓角來講的話我們叫做Boulder Radius 那 為了讓你的尺寸呢 能夠比較保險一點點不會壞掉 給它一個固定的尺寸 而且比較大的尺寸 可以確保它永遠會是一個膠囊的外型 那就我設定一下Margin Top 給它抓個EEM好了 讓它不要靠太近 我們的畫面基本上已經 寫錯字 已經差不多了 已經差不多了 已經接近於將近要完成了 將近要完成了 OK 好那還有什麼事情呢 我如果希望我的這個more能夠放到底下 改個變化好了 感覺這畫面好像上下沒有切齊 這個地方跟真的沒有切齊 不是很好看 好吧我們改一下 臨時馬上改一個畫面好了 那我們直接把 這個 這個尺寸呢 我們讓它不要做到垂直的居中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Jet-Fact Content把它拿掉 不要了 它就起頭了 好就起頭了 底下沒有靠近怎麼辦 底下沒有靠近的話 來設定下Margin Top 給它設定成Auto 這樣就漂亮了 好這樣就漂亮了 好這是一個Flex的一個特性 好Flex的一個特性 好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做的差不多了 好差不多了 那我們來把 H2跟P 待會來處理一下字體啦 還有H2的這個Pedding Button呢 給它加上 我們用Margin Button好了 抓個EEN好了 距離拉開了 有點大 點4 OK 那接下來還需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現在需要 讓我的整個的畫面能夠有一個背景色彩 所以背景色彩我直接做在哪裡 做在這個地方 給它設定一個背光 好 然後給它設定一下Linear Gradient 好 好 OK 小卡了一下 那 角度我大概抓個-30度好了 -30度 OK 那色彩呢 就讓我直接用複製的吧 不然其實你出來的色彩其實蠻難看的 因為你臨時想到的東西其實不是很好看 好我們這畫面基本上就出來了 哎呀這邊為什麼沒有這個背景色呢 來直接補一下 直接在ITEM這個地方呢 來補個背光Color 給它設定成白色 設定成白色 設定成白色 搞定 OK 那如果你希望說在ITEM這個地方加一點點的邊框線的話也可以 然後我們來設定一下Border 然後設定一下 1px實現 加個Conger比較好看 然後給它 淺灰色 那記得這邊給它扣兩個 就是6 8 OK 這樣就搞定了 那你可以加點聲音一點 感覺有點淺 太淺了一點點 888 OK 還行 好 到這邊為止其實做的差不多了 那我希望這邊能夠 色彩有點變化 所以呢 我們的BTN的色彩稍微處理一下 嗯 Color 給它用淺淺的色彩 所以給它用個AAA 還行 還行 那我希望說我的BTN呢 被摸到了之後呢 能夠換一個色彩 所以呢 Hover 補一下 配光Color 把它改成是 CCC 那文字的色彩呢 Color 把它改成是白色 好 就是一個淡淡的一個效果就會出來了 因為有些蠻喜歡這種 就是淺淺的這種 微微的一點點的感覺 OK 其實還蠻不錯的啦 好 那現在我們還需要加些點東西 加什麼東西呢 欸 加點陰影會不會好一點點 比較有層次感 那個前後的感覺 比較能夠跳離的出來 好 那我們來補一下好了 好 直接補在哪裡呢 因為這整塊都要嘛 補在Item這邊 所以我們可以設定一個Bark Shadow 好 接著呢第一個值是什麼 X軸 第二個呢是Y軸 第三個呢是模糊的程度 給它抓個30 好了 那第四個就是我們的色彩 那色彩來講的話呢 你可以先用一個黑色來看一下 其實我個人是不建議用黑色啦 因為黑色看起來非常的重 看起來很粗魯 不好看 髒髒的 濁濁的 就是台語講的 滑滑的 辣色 就是不乾淨的顏色 那當然這 有些人覺得說 這個用詞不是很好的話 那就 你就跳過吧 再來呢我可以直接使用RGBA 做半透明的色彩給它 所以例如說我做一個0.5好了 那這樣出來的色彩就比較柔和一點點 但是還是沒有非常的漂亮 為什麼 通常在設計層面來講的話 我們希望說我們做陰影的時候 這個色彩能夠跟背景比較融合在一起 你要融合在一起的話呢 基本上要怎麼做 讓陰影帶一些背景色彩會更漂亮 所以我們就帶一些紅色進去 帶一些紅色進去 所以我來補個 來用個160好了 好注意喔注意喔看喔 微微的變化喔 存檔 是不是看起來不會這麼的突兀 那如果說你絕對看的不是非常的清楚 沒關係 你回過頭來自己寫用自己的螢幕看 如果說你螢幕還是看的不是非常明顯的話 非常明顯 看不出來的話 那沒關係 你可以換一顆螢幕 好啦 OK這個東西就跳過吧 基本上螢幕的顯色能力也是有關係的 可以嗎 OK 基本上今天要被打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到目前為止已經做完了 那EMS所說的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通用的版面 是為什麼這麼說呢 來我們先做一件事情 如果先想要把它變成兩個的話怎麼辦 這種畫面你覺得說 嗯好像不是經常看到 好你要這麼說也可以啦 我們先把字加進去好了 好 來補完這個字齁 你可能會再更完整一點點 來把這個字補進去 我把它寫到 item裡面讓它通通都去套用 OK 那接著什麼東西呢 我把這個 嗯 內文齁 文字這個地方 這個粗細稍微改一下 我希望這個東西改成 Found weight 給它設定900 會不會太粗 太粗了耶 給它用700 跟原來一樣 給它用500 可能不會這麼的 暴力的感覺 好 OK 這是一個感受的問題 那這個呢 把它改成是100 好 比較細一點點 我今天希望能夠做 比較細一點點 好不好 OK 那 算了用300 不過我覺得你們看不太清楚 這樣應該很OK 這樣應該很OK 好 到目前為止應該做得差不多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它到底有多通用 它到底有多通用 首先因為我們目前採用的是 Flex的這個做法 好 CSS Flex的做法 所以會有一個什麼樣的問題呢 會有一個問題就是它不會換行 會有一個問題就是它不會換行 怎麼樣打死都不換行 如果你不懂的話 記得回去看一下Flex的教學 那 怎樣它換行呢 來 要換行很簡單 你可以直接呢 在我的container裡面 因為我要導致這個item換行嘛 我就在這邊設定一個 什麼呢 Flex Rap 告訴它 Rap 它就會換行了 所以一旦你的寬度超過了你這一個列的寬度的時候 基本上它就是會換行 它就是會換行 OK 所以你要換行的話 嗯... 來我們把它做成兩個好了好不好 好 所以我們直接 先把第三個註解掉 它就變了兩個 那我尺寸要重新計算嘛 所以尺寸重新計算來講的話 來在item這邊呢 來12除以2是600 600再扣掉30等於570 570 570再扣掉兩像素的這個尺寸 呃... 568 所以就變成568 這種畫面 常不常見 這種畫面應該很常見吧 你應該在很多的畫面當中 都可以看到類似這樣的一個 規則出現 那如果說我今天不要有margin的話 598 這種畫面常不常見 你把陰影拿掉應該會比較常見 好 所以這算是一個非常通用 非常常見的一種版面 非常常見的一種版面 那此外如果覺得 嗯...我覺得只有兩個不好看啊 我經常在外面所看到 都是3個4個5個6個 ok 那如果你要加這麼多個也行啦 你就折行就好啦 right 再複製一個 加點marginButton 來補一下齁 來...item吧 item 所以加一點點的 marginTop跟Button好了 就一樣都給它帶15好了 欸...我的圖片又壞掉啦 這個網路服務就是比較不穩定 ok 那我們這樣一個畫面呢 來...把圖片畫一下 不好看 看得不舒服 看得不舒服 ok...那這樣每一張照片看起來就不一樣 所以目前這樣的畫面很簡單就完成了 那還有呢 還有的話 基本上如果我今天我覺得 我覺得我的版面就是不是要做成這個樣子 我想要把它改成什麼 我只要一個就好了好不好 行 給你一個 那這到底有多簡單 你就只需要把你的item的margin拿掉 改成1200 欸不好意思喔 扣兩相數好不好 所以呢 1198 這種畫面常不常見 太常見了 好不好 這嘴臉應該蠻討厭的 太常見了 所以基本上 這種稀飯版其實真的真的非常 多 在我們目前所看到的正常的網頁裡面 算是常常常都會看到 那此外如果說你覺得 那... 我能不能這寬度不要這麼寬 也行齁 你要去改它寬度也可以 改高度什麼 其實全部都可以 ok 好 例如說我現在把圖片稍微改一下好了 我不要50% 我給它做30%好了 那我的文字給它做70% 欸可以嗎 常不常見 很常看到 可以吧 好那此外我可以把這一個白色的地方呢 去做什麼事情 好去做一個半透明 所以我們把這個白色的地方啊 文字的地方做一個半透明 我們來看一下 文字文字文字 喔 sorry 在這裡 半透明 所以呢 rgba ok 好 欸 好 塞一下 那半透明來講 白色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發光 發到最亮 255啦 2525 好 然後給它多少 點6好了 那這種畫面其實就很常看到嘛 你如果背後是一張 這個動物 不是很漂亮 好來 換這一個 好這個ok 所以如果說你這個時候你在背後的那個 漸層色是另外一張照片的話 你這個質感其實整個就會出來 好不好 好 所以基本上我們跟鯨魚都能懂的 網頁 這個網站 這個網頁怎麼切 好基本上到這邊齁 那各位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就是說 其實我們這次挑戰是鐵人賽的一個 一個 一個主題 就連續30天PO文 所以我們總共會有連續30天的教學文章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底下按一下我們的youtube的訂閱 那當然我在底下的youtube底下的文字的地方 也會放上我在鐵人賽裡面的那篇文章的連結 那在那個連結裡面呢 在那個文章裡面呢 就會有一些重點的提示 以及相關的資源 那我會建議大家有空可以過去看一下 那如果喜歡這個文章的話 左邊有一個向上的箭頭也建議你按一下 就是like 好不好 好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基本上記得底下的訂閱點下去 然後右邊的小鈴鐺記得點下去 這個時候你就 基本上我只要發影片的話 就可以收到第一手的通知好不好 那基本上我們金魚 都能懂得這個網頁畫面怎麼切 明天見 拜拜